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我要來分解這一個超大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Nito Robotic掃地機器人 那這一間公司Nito應該是世界上前兩大的掃地機器人公司 第一名應該是iRobot吧 那第二名應該就是Nito 那像是石頭機器人那是後來才出來 但是這iRobot跟Nito他們兩間是很久很久以前就開始做掃地機器人 Nito Robotic這間公司最厲害的就是上面這個雷射地圖建立的功能 那它可以建立你房間的2D地圖 然後它就會沿著你房間的冰原掃乾淨 然後它就會有條理的慢慢把你的房間全部掃乾淨 而不會就是撞到撞到撞到 因為砰砰砰砰砰 這一台掃地機器人已經用了十年整整十年了 所以其實也蠻OK的 那為什麼我要分解它呢?就是因為它壞掉了 它就是可能電池有問題 它就是按下開始它不願意啟動 然後它一直說我要開啟它的電源之類的問題 所以不能掃 那我們就把它分解來看看 那我手邊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 我們可以好好的把這一台機器人徹底的分解 然後看看裡面的構造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左邊右邊各有一個7.4伏特4.4安小時的離電池組 那我們被蓋拿起來之後 我們就直接看到我們的DC Brushless風扇 就是無刷風扇 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的風扇啊 結果可以做成一台掃地機器人的吸塵器 我覺得也還蠻厲害的 我們直接把它分解看看 哦 直接拿起來啊 根本不用分解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普通的電風扇 裝到機器裡面 它就可以當掃地機器人 等等 這一個風扇是Delta Delta是什麼 排達電耶 這個無刷風扇是12V 3.84A 這樣差不多是40W的電風扇 裝在這個吸塵器裡面 40W電風扇 所以這個轉速應該是頗高的 而且它有一個迅窩形狀 應該吸力還蠻集中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一個電風扇 就可以做成一個吸塵器 我覺得還蠻酷炫的 我也可以拿到一個手持電風扇 做成吸塵器嗎 是不是酷炫吧 後面還有一個正負極 就是它靠到它的充電器上面 它就會自動充電 的充電線正負極直接這樣露出來 我們就可以輕鬆把它拔起來 接下來我們這個左邊右邊的超大輪子 怎麼把它拿起來呢 其中一邊的超大輪子就給它拿了起來 哇塞這個超大輪子耶 這間公司的設計還都蠻模組化 就是它都是像這樣子的線 然後就是很容易的插進去 也可以拔出來 它不會有什麼焊接在上面的東西 它所有到目前現在 所有有電的東西 它都是這種可以一插把的設計 我覺得超讚的 超大輪胎 這馬達感覺還蠻厲害的 裡面應該會有一些齒輪在裡面 我們就直接拆開來看看 真的很多齒輪耶 你看它的馬達設計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因為知道它可能要省電吧 就是馬達省電它才有更多的功率 可以去推動它的剛剛那個電風扇 就是吸塵器的部分 那這邊的馬達可能出力比較少吧 我看看它是幾瓦的 這馬達的瓦數看不太出來 但是它就是用一個小小的馬達 它就可以用齒輪的設計 來推動這整台的掃地機器人 我覺得這設計還蠻酷炫的 齁 真的超酷炫 好啊 那我們快速的也把另外一邊的馬達也拆下來 OK 那我們把兩邊的輪子都取下來 跟它的齒輪馬達組都取下來 接下來 再看看要來拆什麼東西呢 拆這個刷毛好了 那前面的刷毛 我們只需要簡單的把它卡榫解開來 我們就可以把上面的蓋子打開 因為它要方便清潔 所以輕輕鬆鬆就可以把我們的刷毛整個拿出來 哇賽上面超多頭髮 超...超髒 OK那前面有一個防撞條有超多螺絲 我們就慢慢的把全部轉下來 OK完成 那我們就看看怎麼把前面這個神奇的防撞條把它拆下來 哦 哇賽 拿不起來耶 這是什麼神奇的設計 看起來我們要先拆其他的部分 我們才可以把這前面這一塊拆下來 因為它是連整個上蓋卡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先想辦法把它上蓋拆起來 所以我們要先想辦法把它上蓋拆起來 哇 打不開耶 呵呵 哦 又發現了四個螺絲 嗯 有一個螺絲崩牙了 GG 轉不開來 看來要使用暴力的方式把它拆開來耶 終於我們把我們上蓋分解開來 那你看這一片已經斷掉了塑膠 就是使用暴力的後果 誰叫它要崩牙 還沒轉就崩牙是怎麼樣 OK 所以我們上面有一片就是它的顯示器的地方 然後你看這一塊主機板 是特殊裁切的形狀 它真的是多花了很多成本在這些小小的細節上面 然後你看也是一樣 我們的模組化的線材 真的是超讚 OK 我們把我們的LOGO上蓋給它拆了下來 OK 我們的手提把手也被我拆下來 我們的前面保險桿也被我拆了下來 這保險桿旁邊有一個小小 應該是雷射測具儀吧 就是 或者是就感令 它是不是快要撞到牆壁了 的一個小小感令器 那麼桌子已經快沒位置了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機殼放旁邊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分解它的主機板跟這個雷達的部分 你看這個彈簧 這是剛剛在輪子上面的彈簧 就是它 如果 偵測到你的輪子離開地面 它就會自動停止的那個彈簧 這個超級強而有力 這有點像是那個門檔後面的那個 神奇彈簧 那這個NITO ROBOTIC 最厲害的這個雷射功能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雷射測具儀的內部 超級酷炫 所以很明顯 這一邊就是雷射發射的地方 那這一邊就是雷射接收的地方 那藉由整個快速旋轉 你就可以知道 360度到底離這個機器多遠 所以這台掃地機器你按開始之後 它就會沿著你的牆角 走一整圈 那你就可以偵測到這整間 整個範圍 還有它的距離 到底多少 然後到底有沒有障礙物之類的 它都可以用這個高速旋轉的雷射來偵測 這個設計真的是 無敵啊 OK 所以我們把我們整台雷射測具儀把它拿起來 這個肯定要放在櫃子裡好好收藏一下 哇賽這裡又有一個神奇設計耶 你看這中間的轉軸 360度旋轉 但是這裡有一條電線 那如果你用平常的電線連接的方式 這樣旋轉 你的電線就會一直轉 然後它就斷掉了 那它到底怎麼辦到 它可以穿過這中間的中心360度轉軸 然後又可以讓這個連接到上面這些線呢 我們就分解看看 OK 這就是我們中間那一個神奇的東西 這也是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神奇的轉接 它可以讓它360度旋轉 然後又可以連接上面這些電線的一個小小的 機關 哇賽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它拆得更詳細一點 看看裡面的構造 所以我使用暴力把它分解開來 那我用講的比較清楚 因為這真的超小 假裝這是中間在旋轉的那個軸 那旁邊就有一根電線這樣子接觸它 所以中間不管怎麼旋轉 它永遠電線都是接觸它 這有點像是遊樂場裡面的碰碰車 那你如果有玩過碰碰車 你看你的頭頂上 它都有一根電線 然後接觸它整個電網 就是上面是供電 所以你這樣子碰碰車才可以隨心所欲的 開到哪都有電 那這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轉到哪 它都有電 這就是一個很帥氣的小小設計 這真的超厲害 這個轉軸很高級耶 你像這樣子可以轉這麼順暢 然後又轉這麼久 阻力這麼小 這肯定超貴的 這個轉軸是 超猛 那這草地機器人下面有兩個紅外線感測器 就是如果它走到邊緣 懸來邊緣 它會停下來 它會知道 哇塞下面沒有東西 它會立馬轉個彎 然後繼續掃下去 就不會它自己掉下去啊 剛剛前面保險桿都有這種彈簧觸發 所以如果你要撞到牆壁它就按到這個按鈕 然後它就會知道 哇塞這邊有東西 你撞到牆壁了 它就會立馬停下來 後退轉個彎繼續掃地 它左右兩側都有一個叫做MAG Sensor 應該就是磁鐵磁場感應器吧 但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是要幹什麼用的 哇塞你看 這麼多感應器 這麼多觸發 然後這麼多電線 哇全部都是用這種超級簡單就可以把它取下來的插頭 真是超讚 OK 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們的超大滾筒掃把的馬達 哇塞你看這個馬達超級無敵大耶 它就是來轉動這個掃地軸的馬達 它處理肯定要超強 接下來就是主機板的時間啦 我們就直接把它主機板好好的把它拆下來 OK 這個又是一個超級無敵壯觀的主機板 我猜這個應該是處理器 因為它上面寫ARM 那其他的我根本看不懂他們在幹什麼 但是就看起來很漂亮的一個超大片主機板 超級複雜 超級精細的主機板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指示音的喇叭 OK來到我們的最後就是兩個連接電池的電源線 拆開來我們就完成這次的分解啦 OK 終於啊 所以這就是電池連接的兩端 因為兩顆電池 然後還有一個安全的電池總開關 就這樣子 輕輕鬆鬆 完成整個掃地機器人的分解 哇塞 真的是超苦虛 那我們桌子已經徹底被塞滿了 那這一台掃地機器人 非常非常多的配件 難怪它要賣這麼這麼貴 它也經過非常非常多精心的設計 我覺得 哇塞 超猛 像我這個Delta的超級大功率的電風扇 竟然可以當吸塵器來使用 那我們也解鎖了各種不同大小的螺絲 真的是超級壯觀 這邊應該有100多個吧 100多個螺絲 真的是超級多 然後有這個Natal Robotic最有名的 雷射360度測距儀 它電池為什麼設計兩個分開 我覺得它也蠻聰明 因為你在掃地機器人在運作的時候 它應該是屬於一個高速放電 所以如果你把一整組的電池 全部做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電池肯定會超燙 所以它把它分開 就是分開散熱的概念 所以高速放電 這樣會比較安全 然後一台掃地機器人裡面 也有四個不同的馬達 真的也很酷炫 這整台機器裡面 電線全部完全都是用這種模組化設計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配件壞掉 你就把這個拔開 你就可以快速換新了 所以這樣維修其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它完全沒有焊接在上面 就不用在那裡慢慢焊 然後維修會比較花功夫 但像這樣子 樂高的方式 插進去拔出來 這多麼輕鬆 超級棒的設計 好啦 我覺得Network Robotics 這間公司真的是超讚 他們設計的東西真的是超猛 而且重點是 我剛剛去維基百科 看一下他們公司員工的規模 只有200名員工 然後可以做出這麼複雜又完美的東西 我覺得超級厲害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分解 Network Robotics掃地機器人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